什么?乌瑞克拜了? 是,是的。 这么可能,怎么拜的? 火,他们用火,到处都是火。 我们的兄弟,乌乌,全都烧死了。 还有战锤,燃烧的战锤, 那个河湾领主挥舞燃烧的战锤, 一下子就把人砸成无数火花。 太可怕了,他们是从地狱走出的恶魔。 太可怕了。 戴温家族的城堡大厅里, 几位侥幸从鹰嘴与逃回来的士兵 与吴伦次的叙述着战败的经过。 城堡总管阿尔夫脸色阴沉地听着, 试图从几个逃兵混乱而夸张的叙述中 还原事情的真相。 但这个真相却让他实在难以置信。 本以为万无一失的战斗,居然失败了。 戴恩家族的精锐军队竟然败给了一个连城堡都没建好的开拓骑士。 虽说乌瑞克由于威望不够, 并没有调动戴恩家族的全部兵力, 但即便如此,阿尔夫也从未想过, 他们会败在鹰嘴雨这种地方。 七神在上,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逃兵们还在指手画脚地嚷嚷着, 讲述着自己在鹰嘴雨所经历的可怕一切。 但阿尔夫已经没心思听了, 他现在只想着该怎么收场。 乌瑞克,杀得一个私生子,死了就死了, 但星坠成不能再这样,群龙无首了。 必须要确定一个爵位继承人, 否则人心都是散的, 很有可能会被敌人趁虚而入。 是了。 阿尔夫猛地站起身来, 他立刻对一旁的侍卫吩咐道, 立刻调集人手去码头, 防止河湾人打。 话还没说完, 就见一个仆从小跑着进来, 会报道。 阿尔夫大人, 公主, 公主殿下来了。 公主? 阿尔夫愣了一下, 哪位公主? 亚连恩公主。 他怎么会来星坠城? 阿尔夫来不及细想, 连忙向外跑去迎接。 来到城堡门口, 果然就见公主一行人, 已经进了铁门, 正在仆人的服饰下喝水洗脸。 阿尔夫连忙上前行礼, 尊敬的公主殿下, 欢迎来到星坠城。 亚连恩正将擦完脸的丝巾 还给侍女, 文言笑了笑道。 来得匆忙, 没有提前告知, 还希望不要介意。 当然不会, 殿下, 星坠城的大门 永远为您敞开。 乌瑞克爵士呢? 阿尔夫的脸色 顿时微微一变, 一副难以启齿的模样。 戴蒙, 杀得健壮, 眉头一皱, 莫非他已经前去攻打, 应嘴雨了。 乌瑞克大人确实已经去了, 阿尔夫只觉得无比尴尬。 什么时候去的? 戴蒙还不甘心地追问。 昨天清晨就去了, 那他未必就已经攻下了鹰嘴雨。 戴蒙急声道, 或许我们赶过去, 还来得及。 阿尔夫倾渴两声, 终于决定还是实话实说, 公主殿下, 戴蒙爵士, 乌瑞克大人已经战败了。 这么快就剩了, 戴蒙话说一半, 才突然反应过来, 猛地转头看向阿尔夫总管, 您说什么? 乌瑞克败了。 亚连恩也回头盯着阿尔夫, 黑钥匙般的眼睛一眨, 不眨。 是的, 殿下, 我怎么敢欺骗您? 已经有士兵从鹰嘴雨逃回来了, 他们就在大厅里, 您可以亲自审问。 乌瑞克这家伙简直是多恩人的耻辱。 戴蒙厄狠狠地咒骂道, 亚连恩面色不变, 他摘下遮挡封杀的头巾, 让丝绸般柔顺的头发自然垂下, 淡淡道, 我要亲自审问那些逃兵, 阿尔夫总管, 请带路。 殿下, 这边请。 一行人来到城堡大厅, 亚连恩又审问了一遍那些已经有些神志不清的逃兵们。 最终也只能得出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 乌瑞克真的败了。 而且是大败。 那个荷湾骑士会火魔法吗? 戴蒙觉得只有这么一种解释。 而且言语之中, 这位神恩城的私生子已经难以掩饰自己的畏惧。 亚连恩倒是依然镇定, 他先让阿尔夫将逃兵们都带下去, 然后开口道, 逃兵的话不可全信, 他们为了躲避择罚, 或是让自己显得不那么无能, 总会故意夸大敌人的实力。 戴蒙点点头, 但还是提醒道, 殿下, 但乌瑞克应该确实是败了。 我知道, 亚连恩从桌子上的餐盘中取出一枚石榴, 边包边盗, 阿尔夫总管, 乌瑞克带了多少士兵去攻打鹰嘴鱼? 大约两千人, 阿尔夫功声达道。 骑士呢? 有十二位骑士随军出征, 亚连恩将几粒十六子送入口中, 又问道, 戴恩家族的附庸, 骑士远不止这个数吧? 阿尔夫小心地瞥了公主一眼, 道, 是的, 殿下, 算上高隐成的分支, 戴恩家族共有三十五位骑士。 一半都不到, 看来那位私生子的号召力很有限啊。 不过, 即便戴恩家族未尽全力, 但输给一个连城堡都没建好的开拓骑士, 还是让人觉得难以置信。 亚连恩心中有了计较, 便对管家吩咐道, 请派人通知戴恩家族所有未出征的骑士, 告诉他们我已经来到星赘城, 让他们立刻前来拜见。 是, 殿下, 阿尔夫犹豫了一下, 又问道, 殿下, 要不要也告诉他们乌瑞克战败的消息? 告诉他们吧。 是。 管家离开后, 戴蒙忍不住问道, 殿下, 您召集戴恩家族的骑士干什么? 难道您还准备再去攻打鹰嘴鱼? 没错。 可是, 你怕了? 亚连恩眉头一挑, 打断道。 面对美丽的多恩公主投来的目光, 戴蒙立刻一挺胸膛, 大声道, 当然不怕, 真没什么好怕的。 莎姆威尔扶着内塔利从船上一跃而下, 笑道, 有我在, 星坠城没人敢欺负你。 纳塔利点点头, 小手却紧紧拽着山姆威尔的袖子不肯放松。 码头上的多恩人用好奇而警惕的目光, 打量着这群突然出现的河湾人和野人。 好在还有修斯, 戴恩这些熟面孔, 不然就算码头上不发生冲突, 恐怕也会有人跑去星坠城报信。 山姆威尔挥手招来修斯, 吩咐道, 你带些人先去一趟星坠城, 告诉戴恩家族的人, 那塔利小姐已经归来, 让他们来码头迎接。 记住, 如果他们不愿意, 你立刻控制住城堡大门, 并派人回来通知我, 明白了吗? 是, 大人。 修斯带人离开后, 山姆威尔继续待在码头上, 等待着自己的士兵们陆续登陆。 虽然奈塔利现在是戴恩家族的第一继承人, 但山姆威尔可不会傻到, 以为自己带着这么一个小姑娘就能征服星坠城。 无论什么时候, 实力总是一切的支撑。 若是戴恩家族的人不肯屈服, 他已经准好再打一仗了。 经过之前的大败, 戴恩家族想必已经组织不起太多的兵力来赋予顽抗。 更何况这么短的时间, 他们也来不及再调集军队。 等了大概半个小时, 修斯终于返回, 只是他的脸色有些怪异。 凯撒大人, 纳塔利小姐, 亚连恩公主现在就在星坠城。 谁? 沙姆威尔愣了一下。 亚连恩, 马泰尔公主。 修斯小心地看了山姆威尔一眼, 继续道, 公主殿下让您和纳塔利小姐前去拜见。